股权转让给了京东的副总裁 妙青 要知道前不久 他刚将京东健康和京东物流45%的股权 一起也转让给了妙青 难道在马云和马化腾之后 刘强东也要退出互联网江湖了吗 我绝对不是 绝对不会进行 没有困难情况 还有占过这部分的股份 先让我们算一下 45%的股权相当于多少钱 京东物流和京东健康 两家公司市值加起来 2200亿人民币 转让了45%的股权 那就意味着转让了1000亿人民币 妙青 岂不是一下子就变成了千亿富豪了 刘强东难道就这么大方吗 其实并不是这回事 刘强东持有的45%只是代持股权 这些股权的权益并不是他的 而是属于公司的 现在只不过是换了个人代持股权而已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这种股权模式叫VIE架构 就是为了像京东这种 境外上市的公司 规避外资持股限制诞生的 那刘强东为什么要转让给妙青呢 其实东哥是非执行董事 不参与日常运营的 为了方便副总裁行使相应的权利 才有了这一系列的操作 所以大家其实也不用过分解读 不然没有刘强东的京东 就像我们不回答对哦 这个也不复和了